政治消息带领关系的是 马英九总统最近在过境美国的时候 曾经向美方重提采购F16型的战机 那么美国国会友台人士他们对此表示支持 只是华府的观察家他们认为 这个欧巴马政府呢 需要北京帮忙的事情其实还非常多 所以在短期之内恐怕很难出售台湾战机 继续是张国华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最近过境美国洛杉矶时 曾经向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 提出购买F16CD型战机的要求 在华府重新引起有关售台F16战机的讨论 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威尔逊表示 两岸关系虽然大有改善 解放军瞄准台湾的飞弹并未减少 因此台湾应该买 美国也应该卖F16CD型战机 布希总统任内的助理 国务卿雷洛斯表示 布希总统离任前批准的售台武器中 没有包括F16战机 主要是担心触碰 北京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红线 不过事后面对记者的追问 他又表示这主要是他自己的观察 而不是中方向美方表达的立场 两岸关系的迅速改善 的确增加了美国对台军售的难度 加上美国也需要北京 在经济和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与支持 因此欧巴马政府在短期内批准 售台F16CD型战机的可能性 的确是非常的渺茫 中天新闻 张国华 中意亭 华盛顿报道